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花来有民必答的环节 身边继续是请来阅志稀Herry Herry 你好 你好 我们继续回答一下家庭观众问题 这一节我们主要回答电邮 电邮有位陈先生 他想问一下六八八中海外 他还未进入 见到股价跌穿28元 又不能进入 请问买入价、目标价和止蚀价 多谢你 如果你说六八八 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差不多 内房股近期近期走势偏弱 但你会见到六八八的房守性挺高 市场跌下来 其实是29元跌到27.5元 所以我会试第一柱 内房股要回答这位家庭观众 如果市运营一个反弹 我计算是本身那些不明朗因素消除了之后 大家知道元柱高议息会议是怎样 希腊又怎样 政局又搞定的话 市应该运营一个反弹 第一阵未必这么快升内房股 为什么要大家分处买呢 就是你报第二转 我觉得第一转应该是先升中资金融股 即是内险、内银等股份 第二转才拼券商或者内房抽上去 所以试第一柱 大概28元留下卖我觉得安全 特别是中国海外发展 刚刚那个月的销售情况 最近按月或按年来说 都回升了很多 如果你想结束内房有个小阳春 即是说成交量又或者成交价 开始有个回升的话 我觉得688元现在是28元底级 所以未来如果28元留下买 你便会博上去30元作为一个目标价 那指示那方面来说 看远一点我觉得不穿25.5元这些位置 其实不需要止蚀 未来那个势头穿了30元 我觉得破上去顶部 机会都很大 OK 好 我们回答另一位电邮 这位朋友就是Li Moon 他就想问一下3988 现在入不可以 请给予一个入的价位 其实3988中行今天都做得不错 就升近2% 报5.2% 最主要受到的消息 就相信是交行 运改是国务院那边批过 交行就相信是四大行的一个运改的事点 大家都估计交行批过了之后 下一个应该就是中行 这个价位能否进入国 有没有一个憧憬呢 是的 四大行下一间想的都应该是中行的 如果商业运行那边就是招行 而本身都已经开始升上来 所以如果你要追的话 我觉得现在快追了 报一个就是运改的憧憬 在翻到 刚才也说了 反弹第一阵 也会是中资银行的 我觉得 所以 你五个二楼下级 你其实可以招一招五个半 运改这个消息 你要明白 大家观众也要明白 其实是一个憧憬 而且运改完 是不是真的业绩好呢 不知道的 是一个消息来的 所以你摆的目标价 就不要摆得那么进取 不会一个运改 突然间和你六元走出来的 所以五个半左右 就作为一个目标价 中行来说 就不太小致虚 其实要搜都搜得过 好啊 多谢你的分析 看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1033 电邮来自Sherry 他就是想问3.7号7入 什么位再入呢 都很看好这只股份 3.7号7 现在就去到3.4 中石化油服 现在是靠稳的股价 最近看到中石化油服方面 有一个大行的报告 叫沽售的评级 目标价是2.9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公司至今已经升了5.5 大幅跑赢同业 股值很难维持下去 公司应该很难达到盈利目标 因为没有公司中石化 今年就减少了上游的资本开支 还有其他环球勘探 以及生产公司也都降低了资本开支 看到中石化油服 第一季已经录得3亿多的人民币亏损 相信他们最终是要调低目标的盈利 看到386今天都有一些消息 就是说他寻求买美国叶岩项目 10-15%的股权 不过他的价格仍然是比较高的 都问一下Harry 认不认同刚才大行的分析 觉得1033的前景未必可以那么好呢 你都说了我的点 本身1033 我觉得 at least 会有一种事情 就是市场不是那么热捧 觉得原油价格 现在就叫做靠稳 但之前就走得比较弱 特别是上游那边 就剪了很多capx 即是资本开支 中石化油服 你明白他本身 当然那些单是来自中石化的 中石化的油价不够碰 他自不然在上游开采上面来说 一定会减低的 他自己都说过 所以整个1033的前景 今年来说都是一般般 所以如果家庭观众你是看好的 我都不建议你现在交 因为股价可能会沉底下 跟上升势 如果回来的话 我觉得会有机会试到下去3.1 你到那时候才交 我觉得股价 是不是这么快已经终止跌势呢 我就在观望着 所以就不要现在交 我觉得还有一些低点的位置 让你交到 好的 再观望下股份的前景 我们再答多一位家庭观众电邮的问题 电邮的周太 他就说在3.61 买了1031 可不可以持有 直到等待这个派息 是否还有上升空间 目标价可以看多少呢 1031 我们看看现在的表现 金利峰金融3.68 今天升超过3% 他是较低位置买了 3.61 3.61 其实比现价 不是差太远 是的 你说收息 就不是很多息 排到给你的 就算收到也好 金利峰 其实股价很好炒 但是 当然 本地建商来说 他应该不会有人收购吧 他收购人 有份 但是本身3.68 我想股价的契机 或者爆发力 主要都是在于 他说过他会分拆一些业务上市 到实质 如果有机会 真的有这个消息推出来之后 股价应该还会爆测 你暴是暴住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你不如先保持股份 但是所承受的风险 就是金利峰 可以告诉你 突然间不分拆 所以 你自己 如果你有这样 你的持货是很重 就是几百万 买下去的 那你就要减货 我觉得 就是等这个消息 你就要 bare 那个时间 那个cost 就不知道究竟何时分拆 好啊 金利峰 你都可以看一看 既然手上有货 都可以观望着先 我们回答另一位 另一个问题 他就是想问这个3396 联想控股值不值得用孖展秋 联想控股 其实上午 都跟郭sir谈过这个股份 如果是的话 是现在这个市况 虽然它有声光奕奕 很多比较出名的基础投资者 都有进去 而且在本港 都缺乏一些综合企业 好像他那么大型 不过他就是暂时 是单靠IT 一条腿走路的一个综合企业 前景是怎样呢 还有是否真的值得用孖展 去抽这只股份呢 孖展抽就不是很多肉食 如果你这样 家人观众这样问 我估到你也是大手地入 本身这只股份 现在这秒钟已经超购了 但是超购幅度不多 始终很大只 如果你计算业务上来说 暂时我看的吸引性就不多 因为如果你买IT的部分 不如买992算数 炒个影子股更好 如果你是抽3396 我建议都是现金抽 少住博下 少住移情就算了 我会觉得 未来的形势 我看这只股份 你说开波第一日 是很高的一个 百分比这样升上去 机会不大 始终综合企业 我看到他所摆出来的投资股 就是买主席柳传治的投资股市 其实是买一个人 我觉得股价爆发力 一般般 今天还看到有消息 是说联想控股 甚至是有投资者 临时抽飞 这位电邮的家庭观众 都可以留意相关的消息 都和Harry做新报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只持有的 没有的 多谢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拜拜